庆上南道晋州每天晚上黑暗中的流灯 与文化活动都像宝石一样散发着光芒 在2012晋州南疆流灯庆典闭幕两天前的12日开始 四天间在晋州举行第二届板素礼庆典 我们来到了拥有节奏与华丽舞蹈的晋州城 今年迎来第二届的板素礼庆典 找到东边志的发源地 记载在东边志的西埔上的老歌唱家们 将晋州全身改革 为国内最大的音乐庆典做好了准备 晋州自古因物产丰富富富豪多见 历史上作为行政与军政的中心 开示了歌舞寄生教育馆 所以歌舞非常发达 所以晋州在我们文化艺术的历史中 是值得北平壤南晋州称呼的一乡 是理善有于近代舞大名歌唱家之一的刘成俊 用声音安抚百姓 培养后辈的地方 东边之声音是同内心直接出来的声音 充满以华丽语调为中心的节制感情 与慎重感的气概 希望今年迎来第十届的2012晋州南疆流灯庆典 能够踏着东边志的节奏走向世界 通过去学校童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